先和大家講講現在身後這麼多的樓 這裡是深中合作區 聽名字大家就知道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深圳和中山兩個城市 共同拿一些資源出來 接著進行合作 但這個東西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什麼呢 就是它可以帶動到中山的產業的配套轉移 晚晚7點看容易玩區生活So easy 玩區生活知多些 2024超容易 今期Mango和大家既不看樓 亦都不講喝講食 而講一個很重要的區域 這個區域叫做深中合作區 這個深中合作區就是我們今天身處的位置 想和大家從幾個方面去分析 其實內地有很多什麼經濟合作區 什麼高薪區創新區 有些什麼區別 和中山這個深圳中山的合作區 它的意義在哪裡 和對於周圍的發展影響 又會帶來怎樣的幫助 那當然和樓盤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聽完你就明白了 那節目最後我會跟你講解 為什麼它和樓盤沒有什麼關係 先和大家講講現在身後這麼多的樓 這裡是深中合作區 聽名字大家就知道 它的目的就是希望深圳和中山 兩個城市共同拿一些資源出來 然後進行合作 比如說很明顯的深圳就是拿一些企業出來 希望那些企業來到中山這邊建廠 來到中山這邊去發展 而中山就是拿一些土地出來 那拿一些土地出來 還要把道路規劃建好 對接周圍的城市 歡迎這些企業來到這裡 但是這個時候問題來了 企業願不願意來這裡 是第一個問題 那客觀來分析一下 可能大家對內地的企業的發展 不是那麼了解 那對於很大型的企業來講 第一個它需要換一個地方 或者投資地皮 投資廠房 其實是一種很剛性的需求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 比如說好像我們身後的這一家叫做彩信的公司 那它在這邊買這麼大的地 建這麼多的廠房 其實對它來講 也都是一個稅務上的分擔稅求 因為如果你去年賺了二十個億 但是這筆錢你當成利潤去分配的話 那當然要打很多稅 但是如果你當成一個再次投入 企業的再次投資 那當然是不用打稅 所以它就買了很大片的土地 願意在這裡建很多個廠房 而這些廠房不僅止是它的 還可以出租給別人 所以才會建這麼大片的廠房 那會建這麼大片的廠房 出租給別人的時候 它的企業現金流收入就會有了 所以客觀來說 其實是很多大的企業 在稅務規劃上也都願意做的事情 那好了 除了稅務規劃 它還有哪些是促使它願意做呢 第二個就是企業的發展 因為隨著時間 你推移 在深圳來說 它的土地變得越來越貴 那麼中山就可以滿足到 你的企業在深圳研發出來的芯片好 汽車好 智能光復的配置好 那等等的這些元素呢 就擺到中山這邊 更低的成本生產 所以這些工業園就應運而生了 那包括工業園周圍的交通配圖 好像這個我們位處於火具開發區 叫做民眾街道的 這個工業園叫做深中合作區 深中合作區裡面有比亞迪 有采信 有東方大龍 有很多很大型的企業 全部都是買地的 不是租地 而確保以後這塊土地的升值 跟他們有關係 同時他們也會專心向這個區域進行發展 你看看這一棟樓 採訊的大廈 那裡採訊橋 那棟其實不是商品房 是員工的宿舍樓 即在這裡上班我就會給你宿舍樓 所以你附近的樓盤是與你無關的 但這個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是甚麼呢 就是它可以帶動到中山產業的配套轉移 因為在中山來說 你想超越深圳不可能 但我們為深圳做配套 是很正常的一個舉動和行為 所以在深圳這邊它負責研發 中山這邊用大片土地來幫忙生產 這才是重中之重 所以就出了這些合作區 以及合作區裡面的企業 也有這樣的需求 在這邊來生產發展 那當然我要來這裡設廠 我要來這裡買地 來中山市政府 你就要配套回商業的交通 好像附近那樣 我們這邊大概20分鐘 就可以通過南中 就是南沙和中山的高速 今年年底就會通車 通過南中高速 就是20分鐘直踏南沙 再上就是深中通道的這個位置 也有東部的快線 東部的高速快線 也是25年的年底就會通車 所以交通發達 就方便很多車輛的人流 在這邊進行交流 所以企業才會願意 在這個位置進行投入發展 給人家的工廠 也早早在這裡佈置了位置 這就是深中合作區 深中合作區會不會成功呢 老實說我怎樣吹 是打不到包票的 但是目前國家的規劃投入 已經完整配套 放在這裡 這個區域的位置 就注定了它未來發展的方向 現在是放工時間 多少人在這裡走 就是因為它這邊上班的一些工廠 但是這些其實不是樓盤的購買人群 但是它亦都為這個地方的GDP作出貢獻 所以整個中山在今年 你會看到非常之多新的規劃 非常之多新的道路 全面實現 因為深中通道的通車 一定會為東西兩岸的大灣區 生態產業各方面都帶來最大的變化 所以中山今年最有看頭的 一定是往東發展 如果你想了解中山更多角度的情況 不清楚中山應該怎樣買樓 或者應該怎樣安排你的退休生活的話 添加我們的WhatsApp和WeChat 我們同時會和你聯繫 詳細和你介紹 從宏觀的角度 從眉觀的角度 從生活的角度 從樓盤的角度 和你一一分析清楚 令到你回來買樓 不會買錯 亦都會看到最真實的情況 究竟這個樓盤合不合你呢 那就根據你的情況 來給你建議了 所以先叫你加我們的WhatsApp和WeChat 我們帶你一齊來現場看看 事不宜遲 那就約定你下一次 一齊來現場看樓 OK 下期再見 拜拜 玩區生活之多些 看樓找容易 在這段時間 很多香港的朋友 回來內地看樓 有參加各種看樓團 也有自己回來內地樓盤去看樓 在這裏 Mango推出了一個 定制化的看樓路線服務 希望可以幫到你 定制化是根據你想要看的樓盤 我們和你提前商量好 規劃好 去哪裏看 而且過程中還會安排你最喜歡的美食 一家人 或者帶幾個朋友過來這邊 可以很針對性地去看樓盤 看周邊附近的情況 而且我們的置業顧問 會為你介紹清楚周邊的發展規劃 現成的情況 以及介紹這邊有哪些人群會買 適不適合你 因為買樓來說 不同的價錢都有非常多不同的選擇 那究竟哪個才是適合你呢 是不是純投資 或者純自住 或者是買公寓 還是買住宅 還是先租 還是後買 等等的這些情況 我們會根據每個人不同的情況 給你不同的建議 以及全程毫無壓力 大家好像朋友一樣 輕輕鬆鬆 在一天或者兩天的時間裏 將你想要考察的樓盤 我們一起去看清楚 所以在這裏誠意呼籲大家 參加我們的看樓團 那